您可以先进到我们这个任务里面这里打开 这里有没有一个虚拟圣盆的 你从这边点进去 进入到老师的云端硬碟上 进来 对了,顺便提一下 1 note在右手边可以做注解 就是做笔记 这样的话你的笔记就是跟教材在一起 教材不见笔记就不见 还是笔记不见 不见教材在 反正现在两个就可以结合在一起 所以你同步就可以看到 你进来之后呢 这边有没有 你现在预设进来这些是我们的Swim3D的原始档 所以你先不用下载这里 你找上面这边 有没有背景图 栏目影片 还有一些透明图 3D家具先不用 就是这三个你可以挑一挑 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像刚刚背景图这边 你点下去 你就可以找看看 换你一只背后气象报告 还是要做画展 照片也可以啊 没有人规定一定要自己做这样子 这样了解吗 你就可以下载下来 那另外呢 我们有栏目的影片在这里 如果你现场 因为还没有栏目到你家 或绿幕到你家 你可以找这个 有没有 这些都有 是不是都有部分的 藍绿幕 你就可以下载下来 比如说你希望有云雾飘渺的感觉 你就把这个下载下来 等一下就放在你的背景 就有人帮你 哈哈哈哈 这样了解 所以你可以自己挑一下 好 那这里呢 我先下载一下我们同学的 那另外呢 PNG透明图也是很重要 有用过插图吧 这一支最近失业的应该知道嘛 对不对 因为赛事过后就没他的事了 可是重点是什么 像如果你有需要像这个啊 讲桌啊 对不对 你不希望我就是躲落在前面 有个东西稍微挡一下 银鱼肚无王 还是怎么样的 你就找个讲桌 讲桌我都还帮你加上倒影 哈哈哈哈 这样了解齁 就看你要哪一种讲桌好不好 好你就把它下载下来 当然你喜欢罗马柱我也不反对啦 就採两个在那 表示 嗯 有比较伟大的时代这样子 这样没问题吧 先让各位找一下 等一下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你进到我们这个OBS以后 你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你像我刚刚一样 下载好了 其实你就直接这样丢过来就好 这样是最简单的 不管他是影片 还是照片 还是刚刚那个透明图 就直接丢过来 这样是最快 如果你觉得这样不OK 一定要从这里来 我也简单跟你讲一下 图片就是来自图片嘛 媒体就是影片 这样了解 好那如果你想要直接介绍 网页的内容 上面那个就等同浏览器 所以你只要把你的网址加进去就好了 比如说我在这边 我给他一个来源 像你想要做气象主播 对不对 各位有知道这个网站吧 这个啊 这个网站 有看过吧 你只要把网站给他就好了 然后呢 我刚刚是有这个 这里有没有 这样子 我把网站给他 然后你告诉他你的视窗 你是多大的 比如说我们这边是1920x1080 好 待会呢 他浏览器的视窗就是这么大颗 这样可以做气象主播的吗 即使的 你不太习惯做气象主播 真的啊 就这样子啊 一定要我跳到里面来吗 不用啊 一定要喔 定的有同学点头 好啦好啦 我就打开就好了 在这里 但是因为这个视窗我要拉上来嘛 拉上来 这样对不对 可是因为我现在没有全身置绿幕喔 哈哈哈哈 所以 你看 只有这里有喔 真的有啊 所以你知道气象报告他们怎么 怎么报告了吧 真正现场 其实就是像这样子 他很多都是 你们都没有注意到那个气象主播 他们常常眼睛没有看着 你是在看下面那个角落那 因为那个大字报 那个大影幕在那边 他那边会有及时的影像高 他知道他在讲哪里 看着绿幕 你知道你在讲哪里 那我也觉得很佩服啊 而且看着绿幕 屁股面对 大家 是不是比较不OK 了解喔 所以他们大部分 那个位置 就是那个字幕机的位置啊 都在什么 摄影机那附近 所以看起来 就好像他在看着你 报告气象 其实他根本 心中根本就没有你 蛤 他有你干嘛 哈哈 他有那个字幕 字幕机 还有重点提示机 比较重要 哈哈 他就是在上面 把那个内容 报出来 这样有了解吧 可以啦 所以麻烦各位 请你先找找 你喜欢的素材 好不好